Hello 大家我是Panda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我的包包里有什么 这个主题呢是微博的小姐妹提供的 所以呢 今天我就要来介绍 两款我的包包 一款是我平时出门用的包包 最常用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之前上班 因为现在居家 所以不用出门去上班 所以就用不到上班的包包 首先呢是介绍我平时 最爱用的包包 平时出门会用的 就是这个 是Chanel家的一个mini flap 它是最小的一款 然后它是一款age的小牛皮 所以它在市面上会比较难找到 因为它是全黑的 我很喜欢它 我几乎是每次出门都必用它 因为它搭配我任何的衣服 都很搭 鞋子也很搭 所以我经常会带它出门 然后它打开之后呢 就是里面的东西是我平时会用的 首先呢就是先介绍钱包吧 然后钱包呢也是来自小商家的一个 小的一个钱卡包 然后我就会放卡 然后放一点点现金 然后就是大概就这样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隔层 可以放点零钱什么的 然后这款真的很简单 就是打开之后 它后面还有一个小的 方卡的一个方式在这边 然后它的logo这边是金色 我记得它有银色的logo 其实我是更想要银色logo的 只是当时实在是没有了 所以我就买了金色这一块 然后它很小 我为什么会买这款钱包的原因 是因为它可以放进我的口袋 其他大钱包我没有办法 我平时就会带手机和钱包出门的话 我就会可以放在口袋里 好 第二个呢 我会放在这个包包里的呢 还会是一个 护手霜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这款Shanado的护手霜吗 这个是我当时是自己买的 还是朋友送的 我忘记了 我真的超级喜欢 然后我也经常会买他家的护手霜 护手霜送给朋友 当做圣日礼物或者圣诞礼物 我觉得价格就刚刚好 然后它真的很好闻 很香 然后就很好看 它是这种 什么 鸡蛋型的 它现在 因为我这个是买了蛮久的了 它现在还有黑瓶的 黑瓶呢 它是比较滋润型的 这个话就比较乳液型的 是水水的这种 然后我平时就会 出门的话 如果太干的话 我就会涂在手上 然后它闻起来 超好闻 我很喜欢 好 这个是第二个放在里面的 第三个呢就是手机 我这个是XS 它不是最大的 因为我如果太大的手机的话 我很多包包都没办法放进去 因为我的包包都是非常小的 非常迷你 因为我不高 我不到1米6 我乡大星应该都知道 所以呢 我身高不高的话 带大包包 就是斜块的大包包出去就很奇怪 所以我都会买这种 这种类似 大小的包包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放这个 Sanitizer 它是喷雾状的 然后很方便 因为现在美国的 疫情不是很好 所以我基本上每一款包包里面 都会带这种喷雾 然后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的 好像是公司发的这种样品 然后它里面有橘子的味道 然后很方便 每次出来就是喷一喷就好了 不用开盖子 然后再挤 然后再放回去就很麻烦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护唇膏是 好吵 我家外面真的很吵 接下来呢就是 护唇膏是 Jo Malone家的护唇膏 然后这款真的超级好用 它里面有维他命C在里面 然后没有任何的味道 它的功效就是 就是护唇 这款是我的好姐妹 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 试图一下 很滋润 然后它是这种 这种鞋的 applicator 就 涂上去很滑很爽的感觉 如果我平时涂口红 有点干干的话 我会先涂这个 如果还是很干的话 我会再 在口红上再涂 再涂这个护唇膏 我会放在手上再 擦一点在嘴巴上 就很像唇蜜的感觉 嗯 接下来呢是 还是护唇的 这个是 浇润师家的一个护唇 不知道它有没有在卖 然后它是这种 有一点带粉的颜色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到 这一款跟Dior家的一个护唇很像 但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包装很可爱 然后 就很好用 然后它是粉粉的很好看 大家知道我 还蛮喜欢浇润师家的产品 这其中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The Balm The Balm家的一个小样 它是唇彩来的 嗯 我经常会 就是带这种 超级无敌小的小样 在包包里 因为我的 一 我包包很小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很方便 其实这种唇彩 我也用不完啊 所以我会 携带在身上 后面这个部分呢 我如果平时不带钱包出门的话 我后面会放自己的那个ID 也是驾照来的 然后呢 我还会放一些现金在这边 但是如果平时带包包的话 我这里就会放 Tampon Tampon是棉条 我因为 来 生理期的时候不是很稳定 所以呢 有时候出门的时候 我发现 生理期就来了 所以我会带棉条在每一个包包里面 就以防万一 然后其实这个包包的容量 其实看起来小小的 但是它真的很能装 我刚刚所有东西都可以装进去 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小口袋 你可以放一些 现金或什么 或者是我平时出门的话 我其实会把手机 就是会放在这个后面 这样子 这样的话就会很方便的去拿手机 不需要每一次打开它来 然后再拿手机 然后这就是我平时会出门带的包包 基本上80%的情况下都在用它 因为它真的是百搭 然后可以放我需要的东西 接下来呢就是我其实就是在上班的时候会平时会用的一个包包 这个包包基本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用到 也是全黑的 这款包包呢是来自Lululemon家的包包 Lululemon是一个运动做Yoga的一个品牌 我很喜欢它家的Yoga的上那个衣服啊和裤子很舒服 然后买它包包是我妈妈给了圣诞节给了我一张Lululemon的gift card 因为她知道我很喜欢 所以我就用那个gift card买了这个包包 我是两年前买的超级无敌喜欢它 它荣耀真是很大 然后我还送了这个包包给我的好姐妹到生日礼物 因为这它真的很棒 好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这个巨无 这个超级大的包包里面有什么 我先给大家试身上身看一看吧 因为我其实以前在 就是我在如果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了我的床上来这样子 就是真的是超级无敌大 好 看不到 因为这种超级无敌大 我平时其实出门旅行如果是短程的旅行的话 我也会用它 我就会把里面东西拿出来一些 然后就放进我的一些衣服啊和化妆包在里面 我最喜欢它的好处就是它有很多隔层 然后旁边有两边放水的 然后还有附送的这种鞋带 但是我用现在这种鞋带来做其他的用途 但是如果出门的话 我就会用它来装拖鞋什么的 首先我从 那我就先从鞋带这里说起吧 它其实是可以剪开的 但是我想要把它固定住的原因 是因为我不想就是东西飞来飞去 好 这个鞋带里面呢 我现在装的是 我装的是那个 floss的 toothpick的东西 就是可以清洁 每次吃晚饭什么的就可以来清洁牙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 但是对牙齿真的很好 其实里面很多兴趣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它 我基本上是晚上用 其实早晚用 刷牙前早晚用比较好 然后再把其他东西刷掉就好了 就清洁牙齿的 这个大家超级无敌 大家的包包里面呢 我放了超多有都没的东西 然后是棉条 我跟大家说我的生理期的时间是不是很稳定 所以我就会把一些棉条放在里面 然后还有这个卫生巾在里面 然后棉条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些有的没的一袋一袋的东西 是什么呢 因为首先之前 因为是COVID刚刚开始的时候 妈妈就买给我了板兰根 因为大家说板兰根对COVID 对那个疫情有帮助 惯性病毒有帮助 所以我当时就放了这些在身上 我就有在喝每天喝 但现在没在喝 然后这一个呢 是也是健康用的 就是Vitamin C Vitamin C的一个泡水用的 如果你感觉有点感冒 或怎么样 你就可以用 就可以泡着冷水喝 然后它是橘子味的 它是增强你的维生素C 然后这个是轻快感冒零 应该也是我妈妈给我的吧 因为我平时不会买这些药 所以我也放在这个袋子里面了 我讲的会不会有点快 好 鞋带讲完之后呢 那我就讲 我的包包的 它这个包包的结构是有 外面是有两个口袋 一个在前面 一个在后面 然后它 我把前面的口袋这边 跟大家讲我里面放了什么好了 我平时其实还会放一个充电宝 但是我 没看到 这个是一个Jomolo香水 它是来自 它是什么味道 Wild Blue Bell 是我最喜欢用的味道 然后这个是我平时也在喷的 我这个就是中瓶已经快没了 只有一点点了 然后我还有大瓶是放在家里用 我觉得这鞋 随身鞋带很方便 好 这是外层会放这个 如果平时出门的话 我只用这个包包 我就会把手机也放在这个隔层 还有钱包 其实我也会放在这个隔层 然后后面这个隔层呢 我现在也没有放东西 但是我平时也是 如果手机钱包 也可以放在后面的这个隔层 然后里面打开之后 它中间有个隔层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放这么多面膜在里面 这个面膜 应该是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 去哪里 Lake Tahoe的时候 然后想说我每天晚上可以敷面膜 然后就放四片面膜在里面 然后这面膜是来自 TT Timeless Truth Masks 是我在台湾机场买的 是有几年了 哦没有 是去年去巴厘岛 在台湾转机 TT家的面膜 然后这是极润保湿的 好 然后一个资深堂家的防晒 它是可以涂脸和涂身子 所以我觉得随身鞋带还蛮方便的 然后还有什么 隐形眼药 隐形 隐形眼镜吗 哦对 然后还有一次性用的隐形眼镜 就是没有颜色的隐形眼镜 就是这样子的 它是 对 就这个牌子 然后这个呢是 VV ring 是来自韩国的 我现在有带它 然后是 非常的自然的颜色 它其实跟我自己本身的 瞳孔颜色还蛮像的 然后是这个 这样子的 好我就会 就是左边 右边都会有 因为我是近视 所以我就是 都是有度数的 好这边就是 那个旁边的附加口袋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 还有 后面还有个口袋吗 好 它这个后面呢 还有个口袋 然后这口袋呢我就会 我打了超多 酒精消毒的东西 对我就带了这种 然后 hand sanitizer 就是免洗手液 酒精 有酒精的 然后这是一个酒精消毒的一个纸巾 然后 疫情的数据一直降不下来 所以我们出门的话 会就是得格外的小心 就是 口袋 我会带一包 石片装的口袋在身上 然后这个口袋是来自 Unifree的 超级无敌舒服 它是这种一次性的 但是它的耳朵呢 是这种 宽的 然后是很 很柔软 很soft的 然后就直接 这样子 戴上它 好吗 这边 哦 我的妆容应该都卡在上面了 因为它很 很 很软很舒服 然后它耳朵这边超级舒服 然后不会 就是 一天戴下来的话 OMG 一天戴下来的话 你不会觉得会卡耳朵 因为 我很多 我有把这个给我朋友用 然后我男朋友就是 上班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因为 他是说这一款是唯一 不会让耳朵痛的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这个link去 购买这个口罩 也没有很贵 这是一支 手写笔 然后它是可以放在 就是卡在纸上的 一个clip的 然后这一个呢 是另外一个口罩 是我妈妈给我的 然后是 可以清洗再重复使用的 然后这个话就是觉得太厚了 所以 就是用起来会很热 所以现在就一直都没在用 好 接下来呢 重点就是我还放了一个电脑包 然后这13寸的 13寸的电脑 就这样子 放进去 对 然后 13寸放在里面 还有很多空间 可以放 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 可以放衣服什么的 都很方便 然后 其实我这个包包里面 大概就是这么的东西 然后还有旁边放水的话呢 我就会放一个水瓶 然后这个水瓶是 比较小的 它是10 12还是16 oz的 然后它12 oz的水瓶 然后它是 你可以自动消毒的水瓶 你可以就轻轻按在上面 然后它就有蓝光 对 看到吗 大家 看到吗 它就有蓝光 然后就等90秒 它就会把 用UV的那个 光线 就会把里面有什么一些病菌啊 或者是一些Bacteria 都消毒干净 然后这是来自韩国的品牌 然后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去购买 然后它还蛮美的 就是白白的 还有黑色 大概差不多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光就是这样子 有个蓝光 然后就是照在这里 喝口水 所以真的出门 因为像美国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 水龙头里水就可以喝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 就比较特别小心 所以我在接水龙头里的水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瓶子装 或者是用其他的瓶子 但是会用这个瓶盖 去等90秒消毒 我再会喝 这个就是大概 我的这个包包里面 所有的东西 其实 你会大家 大家还可以看到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放 嗯 然后它这个包包的好处是 它上面还有一个 嗯 这种 可以扣在上面的东西 就是说 我平时做瑜伽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瑜伽的 瑜伽 瑜伽 对 瑜伽的那个 垫子 放在棒子里 然后就可以整个包 就可以这样拿着 就走了 可以去做运动 对我平时 上完班 去瑜伽课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包包很方便 好 好热 其实我的东西还蛮简单的 没有那么复杂 化妆包的话 我是平时出门的时候 我才会把化妆包放在包包里 要不然我平时 不会带很多化妆品出门 除了一些小的遮瑕 或者是唇彩 就that's it 没有太多 复杂的东西 嗯 会不会让大家很失望 我包包里就是这些东西啊 嗯 好吧 如果 对这就是真实的 我包包里有什么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想要看的主题的话 就在YouTube 或者是微博 还有B站留言告诉我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收集大家想要看的主题 然后拍视频 好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